好 來關心天氣 看到天氣不太穩定 最主要就是我們台灣南方 這雙台漫步 來看到天鵝颱颱風 還有閃電颱風 尤其是閃電颱風 現在目前根據了解 它是深陷在所謂兩高壓之間的安行場之中 所以看起來好像醉漢一樣 摇來晃去 缺乏導引氣流 所以未來三天可能都會在這邊 緩慢墮步北上 目前整體來看 它有機會往西北移動 而且未來有機會增強成為中度颱風 大家預計禮拜四開始 太平洋高壓導引它 整個趨勢或是方向會比較明顯 所以到時候它往台灣附近移動 到底會影響多大 可能就要看它往北漂了多少 所以我們來看到目前 台灣還是受到東北風的影響 所以今天早上 尤其在北部 東北部的地區的觀眾 很覺得蠻涼的 目前即時的溫度 台北才21度 宜蘭大概20度左右 而剛剛在清晨早一點的 甚至還不到20度的低溫 好 最主要受到東北風的影響 所以有可能在今天清晨 或是在今天晚間 氣溫會是這幾天掉得最低的 甚至低溫可能下探到17到24度左右 另外來看到在雨量的部分 我們來看到受到東北風的影響 現在早上出門的時候 有些人覺得雨勢還不小 一部分受到閃電颱風的外圍影響 另外還有東北風影響 看到在包括了北部 東北部以及東部地區 這次雨勢是比較明顯的 東北風影響可能會到周四 提醒您在這個溫差 還有在降雨的部分 要特別注意